日本青棒名校大阪同应总教练西谷浩一中央社分享高中使用木棒 屡棒讨论不断 不少台湾基层教练将国际赛投手站立不理想归因使用木棒 但日本高校教练谈起这个议题 认为经费是一大考量 对于提早接触木棒持正面态度 青棒养成该使用木棒还是屡棒常被拿出来讨论 尤其对比日本高中仍然使用屡棒 南英商工总教练中华棒球协会青棒选讯委员陈献荣 曾指出近年青棒选讯过程中发现投手站立不如以往 并提出这与使用木棒有一定关联 不少国内青棒教练持相同的观点 认为对投手来说130公里角度好的球就足够压制木棒打者 投手自然不会更追求进步 除了投手在手背上木棒打出来的球较软弱 对于手背磨练也有影响 日本贾紫园名校大阪同印队总教练西古浩一 也曾任2013年U18世界杯青棒赛日本代表队总教练 他坦言使用屡棒对于投手来说会比较辛苦 投手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想办法压制打者 但他认为日本高中选择屡棒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问题 对于提早接触木棒也持正面态度 这会让打者在打击技巧上掌握更理想 平正高中总教练吴伯鸿也点出 当大家都在讨论木棒屡棒对投手的影响时 应该也要同时看 到打者的进步 近年中华职棒强达者年 这些打者也都是从高中就开始接触木棒 在打击的衔接上也更理想 此次来台参加台日高中棒球精英队抗赛 日本线业线明星队总教练泽田杨毅也提到 日本社会人队在20年前也是打屡棒 但社会人队的理念是培养更多的球员网职棒发展 后来改打木棒也是希望打击的衔接上能够更快适应 则田杨一谈起木棒 吕棒在高中阶段的训练也同样点出 吕棒对于投手相对吃力 但不选择木棒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经费问题 若经费许可 他也对高中开始打木棒持鼓励态度 长期追踪三级棒球的国内球探指出 近十年台湾整体轻棒素质再向上提升 不能因为短期国际赛成绩不理想而否定台湾球员水平 日本有4000支棒球队 南韩也有约1500支棒球队 球员基数不平衡是一大问题 而非单纯木棒绿棒的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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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声音频选择账